国人引颈期盼 秋冬最夯的2020花莲太平洋温泉季即将登场 而为了推广花莲冬季旅游和温泉好汤 花莲县政府15号 特别在台北三创文化园区 举办了2020花莲太平洋温泉季的宣传记者会 县长徐振卫欢迎全国的朋友 一起来到花莲进行旅游泡汤的活动 国人引颈期盼的秋冬最夯的2020花莲太平洋温泉季即将登场 为了推广花莲冬季旅游温泉好汤 花莲县政府15号在台北三创文化园区举办宣传记者会 现在许正伟一同进行静开仪式 也向着2020花莲太平洋温泉季正式启动 欢迎全国乡亲来花莲享受花莲的好汤 您可以躺在泡温泉的时候可以享受星空 今天的这个布景的安排这个就是满满的星空 您可以在这个微风中可以泡温泉 您可以在大自然里面泡温泉 您也可以听着音乐泡温泉 您可以更可以听着聪明鸟叫泡温泉 这就是大自然的美好 为什么要泡温泉 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身心里能够沉淀下来 能够能够充电再出发 而花莲就是一个桃花园 无论是这一次是我们充滩奇遇 或者是只要您踩进花莲 您就可以看到花莲的美好 花莲现成虎光处表示打造花莲冬季观光 清亮点营造幸福花莲花莲城市 延续国立的热潮 而这次首办2020花莲太平洋温泉季 主推花莲两大温泉区 相拥有黄金汁汤美眠的瑞水温泉 是全国唯一碳酸盐 也是深蓝之泉 而安通温泉为弱碱性硫酸盐泉 清泡后皮肤润滑又成为美人汤 而这次能够泡在花莲特有的暖和温泉里 相信僵尸人生一大享受 欢迎全国民众来花莲一游 一起来享受美丽热闹的冬季盛会 体验花莲的好山好水与温暖的人情 记得蒋帮宴 台北社会报道